今天呢要教大家的就是如何快速的磨你家的剪刀 几十块的都可以把它变成像上万块一样的锋利 但是第一课 磨剪刀的第一课是什么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剪刀锋不锋利 最简单的测试方式就是这样子 你要拿一张面纸 然后把面纸打湿 用喷雾把它喷湿之后 然后 你要拿你家的剪刀 然后把它剪下去 看能不能 简单的 你看没断 没断的就 没断的就零分啦 他们要讲究的就是剪开之后 这个刀子离开只都不会夹它 我找一个稍微磨过的 大家看一下 剪开离开 断的干干净净的 剪开离开 而且这也是非常便宜的剪刀 你只要掌握今天的诀窍 30秒就可以让你的剪刀变成如此的锋利 你要磨剪刀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磨刀石 也不是什么沙子 也不是什么铝箔纸 这一类的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非常简单的东西 那就是小刀 今天要教大家的如何用小刀来磨你家的剪刀 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跟你了解一下为什么你家的剪刀会钝掉的原因 就是刀刃啊 它是一个非常直线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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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线 那它前端啊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它前面的剪属会非常的柔软跟脆弱 那你剪东剪西剪东剪西 剪纸剪什么什么厚的纸什么的 你会让这条线变得非常的不起 剪刀的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两条线互相这样子剪过去 然后把中间所有遇到的东西都弄断 这两条线很直的这两条线 几乎就可以把纸很漂亮的剪开 但是呢 如果你这是两条抖抖线 两只蚯蚓在那里互相卡来卡去 你什么都剪不断了 就会像刚才那样夹纸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呢 就是要把这一条线拉直 就像刮胡刀啊 如果你去给人家理胡子的时候 会有一个牛皮拉紧 然后刀子会这样子在那个牛皮上 一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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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抹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把这条线拉直 那实际上你真的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拿起刚才找到的那支钝钓的剪刀 看起来像是在剪这一个美空刀 你只要剪住它 然后往后拉 你会发现所有不平的地方 会卡卡的 然后你就这样子一直顺它 一直顺 你就这样子一直磨它 一直磨它 直到不会卡住为止 你看它在移动的过程中 还会卡到一些点 你就要让它很顺很顺 刀刃的背面 刀刃的背面 为什么不能用刀刃的正面 你知道吗 原因是如果你用刀刃的正面 你的刀也顺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顺了 刚才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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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现在已经越来越顺了 好 我推测了 我推测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们实际上来测试一下 这个是已经是对剪刀的一个终极的测试了 就是最利的剪法刀 他们测试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理论上剪开 哦 有没有看到刚才夹子的这把剪刀 我现在好像在夜市卖剪刀的一样 但是你可以发现 整个会变得异常锋利的 所以你的剪刀就大复活 所以赶快去把你家所有的剪刀都找出来 你赶快把它磨一磨 今天教大家的就是如何磨力你家的剪刀 MING PAO CAN FOUR